好 如果说解放军真的打到台湾来 到底台湾能够撑几天 国防部部长没有讲明白的答案 可必说美国人告诉我冷缸啦 但是也有说三天的 也有说两个礼拜的 孝伟哥怎么说 二十年前左右 有一本书 是由一位退役的陆军上校写的 然后书名叫做 台湾挡得住共军三天吗 真的 三天 他真的这个书名 还真的是用这样一个名称 而且一时间 洛阳只贵 好多人跑去买这本书 看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 当然那位上校 他当时退役的时候 我记得他大名是林朱镜 林上校 他退役的时候 那当然其实也的确把 很多当时军队里面 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状况 把他拿出来讲 然后等于说把他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来看 今天国军到底怎么一回事 但是来说真的 你说两天也好 三天也罢 那我个人对国军的 这个长期的观察跟了解 那我会觉得就说 的确我们今天 中华民国这个军力 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在世界上来说 并不差 大概你看世界上 各种的这个什么 军事实力评比 或排行 台湾大概都在15名以内 15名以内 这也是真的 OK 那但是呢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 假想敌 中国 他的传统军力 在全世界可能是第二强 他是第二 我们是第15 对 所以就是说 那今天以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军力来说 你今天你面对 这样一个传统军力 世界第二强的一个 假想敌 那当然你说 你要能够挡住 对方一年半载 说真的 这真的很拼 我觉得那也的确 要实现的可能性 并不高 但是你说 两个礼拜都挡不住 那说真的 我也觉得 这不太可能 因为国军 平常说 我们的海军跟空军 训练可以说 是非常的扎实 然后 而且以我们的 这个海军跟空军 在世界各地的评比来讲 其实也并不差 像例如说 那个美军 他们有时候会在经过西太平洋的时候 偶尔会跟我们国军 有一些所谓的机遇操演 那当然最有名的一次 是在1999年的 这个8月 那时候其实大家因为知道 就是说 1999年 因为那时候两岸之间 因为当时李恒总统提出两国论 所以非常紧张 所以美军大概在 1999年8月的时候 他一个航空母舰 那时候新作号航空母舰 前往波弯的路上 它上面有一个海军的 F-18C大黄蜂战机 那时候派了两架过来 来一探虚实 看一看我们国军的 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实力 到底如何 当然啦 因为对方是两架 我们是三架 虽然海军的飞机 一向是能量空战的高手 但是面对我们这个F-16 拥有数量上的优势 而且我们的这个战机 空战性能来说也不差 所以那两个美军的这个飞行员 30秒钟就被KO了 是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的战机飞行员 在我们的飞行的这个技术 跟能力上来讲是不差的 那海军来说的话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海军相对来讲 比较缺乏水下的这个战力 但是如果在周边 要进行一个 就是那个防卫作战的话 我们海军其实在整个 西太平洋区域来说的话 我们拥有相当大的 大型的这个技德舰 还有就是成功极舰 跟派理极舰等等 加起来也有10艘 也就是说 我们的海军也还是能够 那个形成一个 强大的一个区域防护的这个能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否认一件事 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对手 它呢各种新式的这个武器 包括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短层地对地 弹道飞弹 中层地对地弹道飞弹 甚至于加上 它也有逆中的这个战机 的确会对我们的防务 的确构成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那如果我们撑两个礼拜之后 下一步要干嘛 两个礼拜的话 其实如果说 以目前政府来讲的话 当然希望 如果再撑到两个礼拜的话 那是有国际的这个力量 然后来进行那个 日本 来希望能够就是说 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冲突 跟危机能够降低了 那但是呢 就是说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大陆他们在这一方面 这个军事实力 尤其他在开发这种 所谓的反制止 跟反介入的这个能力 他的确也是越来越强 那当然这个东西 大陆他拥有这个短层 跟中层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甚至于还有这个 长层的这个反舰飞弹 跟巡翼飞弹等等 如果说今天美国要来介入 跟制止这个区域的 这个冲突的话 难度会大幅增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我们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 当然是我们要能够培养 有良好的强大的防卫力量 但是相对来说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周边的 这个国际情势上面来讲 不管在军事实力 或者说 也就是在硬实力的方面 的确跟我们最大讲解 有一个大段 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这也是事实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谨慎行事 那当然台湾挡得住 共军三天这个说法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 其实我们看到 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总统蒋中正 他其实也曾经提出 相同的一个看法 讲真正说三天 对 为什么呢 其实当然这个是有一个 历史渊源跟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 当时蒋中正 他其实非常努力 要开始进行 他的国防计划 也就是反攻大陆 然后因为当时 中国大陆已经有核子武器 但是对于蒋中正来说 他会了解到 他如果要能够成功的 反攻大陆 时间是越来越紧迫 那所以他其实 一直是想要跟美方 要求更好的武器 但是在当时 美方的策略来讲 美方就是要维持 两岸之间 局势上的平衡 就是让你台湾 打不过去 大陆也打不过来 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其实这是最比较 相对来说 是最符合美国 当时的国家利益 而且在其实当时 整个国际局势上来讲 也对台湾越来越不利了 像包括在联合国 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当时我们是在联合国 是代表整个中国的 但是当时每一年 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都会被提出来 所以在当时 在时间上来讲 对蒋中正来说 压力跟急迫感 越来越强 所以他希望跟美国 争取更好的武器 然后来实现 他反攻大陆的愿望 所以他就希望 能够跟美军 美国申购 F4幽灵战机 因为在当时来说 中华民国空军 只有F104战机 跟少数的F5AB战机 那你如果说 你要在空中 对于对岸形成 一个巨大的空优 掩护部队 攻向进行反攻大陆的话 光靠当时F104 跟F5AB跟F100 是不够的 所以他希望能够 有性能更好的F4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当然我就不能说 我现在的这个 军事力量很够 我的这个军力很强 他就像说 我们现在 如果万一碰到 这个解放军来攻击 我们挡不住三天 所以一定要有军买 对 所以一定要 美国要供给我们 更好更新的武器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当时美国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的确 那个国防部啊 或者什么 也希望就说 供给台湾更好这个武器 但是在整体当时 美国跟大陆之间 在好像关系改善的 这样一个大格局之下 那自然而然 蒋中正的这个愿望 就没有办法达到 所以那 他当时这样说的话 其实是有那样一个 历史时空背景的 就这样说了 就这样说了